詞曲 李宗盛 不再情纷争 人说江湖险 我说这江湖尽欢言 只有没人没求 没进入我眼 人说江湖怨 我说这江湖在心间 不下一二次语 手中刀剑 人说江湖险 我说这江湖尽欢言 只有没人没求 没进入我眼 人说江湖怨 我说这江湖在心间 凭下一二次语 手中刀剑 我把整个心都掏给你 难道你感受不到吗 连公子 你还要我怎么做 连公子 你还要我怎么做 你说 你告诉我 你还要我怎么做 连公子 我真的不是小姐 连公子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小姐 连公子 不要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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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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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如果你不错 成高我很没有 伤害 伤害 感情 很多年 喜欢 连公子 否�ie 能将风月砍破 相思相见不相识 这太温柔的伤口 虽然你带着我送你的香囊 虽然你亲吻了我 可是我知道公子眼里看的 心里想的都是小姐 但是我一点也不介意 能像现在这样待在公子身边 我觉得好幸福 真希望时间能够就此停住 因为当你庆幸过来 一切有多不存在 灿花凌落总如许 万别 万别再不愿 十一郎 你快来 这儿的花都开了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认识这么多花了 原来你住在这么美的地方 这儿有什么好的 无非是些花花草草 连床柔软的铺盖都没有 当然好了 你看这里 风景如画 就好像 就好像是在梦里一样 这个地方远离尘箫 也不会有那么多旁人 来打搅我们 只有这些花 只有你和我 我多么希望 能永远住在这个地方 真想永远住在这儿 那沈家庄怎么办 你娘会想你的 不 我不想回去 就算是回去的话 我一年也见不到我娘几天 每次见面 也都是冷冰冰的 可是你娘 她到底还是为了你好啊 不 我真的不想回去 小时候 虽然我在沈家庄 每天都能吃到 可口精致的饭菜 但我始终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我习惯了等待 比如早上 我很早就醒了 却不能起床 要在床上等奶妈来叫我 去给祖母请安 请完安之后 又要等到午饭 才能见到祖母 然后再等着晚饭 也只有在晚饭之后 祖母会让我坐在她身边 给我讲几个小故事 有一些是江湖上的传闻 有一些是关于我们 沈家金针的秘密 也只有这一两个时辰 是我同年里最快乐的时光 但很快我祖母就去世了 所以我又变成了一个人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说话 一个人等待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有你在我的身边 我什么时候回到木屋里 你都在那儿等我 我不用再等待 也不害怕你会消失 十一郎 我很久都没有这种 很幸福的感觉了 是吗 好看吗 给她打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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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儿 好看 好看 要是 好看 不看 好看 请问 有人吗 你们找谁呀 老奶奶 冒昧打扰了老夫人 我今日来是想请问您家中 是否有位二十五岁的男子 二十五岁 敦子刚好二十五岁 你们找他干啥呀 我们 我 是这样的 多年前 我和我师父下山清修 途经此处 坐在行囊被恶人抢了去 是敦子和家人试试了钱两 救济了我们 今日有缘途经此处 我和我师父特意登门道谢 也算是了切了多年的一桩心事 原来如此啊 我的敦子啊 在地里干活呢 待会儿就回来 二妹屋里请等着他啊 小慧啊 来客人了 奶奶 你们好 你好 您好 小慧啊 快 给客人奉茶 好嘞 屋子简陋 你们都担待啊 您客气了 两位请用茶 谢谢 我们小门小户的 也没啥好招待的 这茶呀略表心意 谢谢老夫人 奶奶 我回来了 这茶等会儿再喝啊 敦子回来了 谢谢 奶奶 您找我 不是我找你 是他们找你 你就是敦子 对 今年二十五岁了 是啊 我是二十五岁 敦子哥哥 你今年二十五岁了 对 我二十五岁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干什么 您要找的是外高人 就是他 四娘 不得无礼 赶紧把脚拿开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到底是谁呀 是谁 我还要问你们是谁呢 说 屋里的茶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下毒 下毒 我们几时下毒了 还装 那枣是怎么回事 那枣啊 那是斜枣 那是带贵客的时候 我们才用的 平时 我们都不舍得吃呢 对啊 平时我们都不舍得吃 只有贵客来了 我们才拿出来 老夫人 老夫人 我想问一下 您屋里供奉着的牌位是 那个 那是我妹妹 这屋子里原来的主人 我们原来不住在这儿 二十五年前 以前我们才搬过来的 以前 以前 一直是我妹妹在这儿住的 那 您妹妹一家呢 我想 也许我要找的人是她 你们来晚了 他们一家五口人呢 一夜之间 都死了 全都死光了 一夜之间 五口人哪 一个活口都没有留我 那他们是怎么死的 出事那天 村里有人看见 一个带双钩的女人来过 双钩 双钩 等 四娘 你赶紧去把人家的商医好 不是 快去 没事吧 还好 老人家 我们借一步说话 拿着 那死的这五口人里 确定没有一个刚出生的男婴 男婴 没有 那人哪 是我帮着他们埋的 就是有男婴 恐怕也是凶多鸡少了 啊 啊 啊 师父 您要找到这个婴儿 到底是谁啊 啊 为什么她 能阻止一场武林浩劫呢 师父您 与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 啊 师父 哎呀师父 你就告诉我嘛 师父 啊 两斤 那好 客官 跟我来吧 哎 师父 那婴儿到底是谁啊 啊 我问了一路了 你也不告诉我 那婴儿到底是谁啊 谁啊 你跟我说说嘛 这婴儿到底是谁啊 啊 婴儿到底是谁啊 师父 谁啊 哎 师太 天还没亮就走啊 我有事出去一趟 不要惊动 随我一起来的那位姑娘 哈 只是在暗中跟着你们 我知道她在哪儿 跟我来 哎~~不对 那边 那边 那边那边 哎哎哎哎呀 那边儿 哎哎あと四点儿 你素来也知双钩莲花的为人 如今看来 你的孩子 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 都怪你 可是不离近点什么都听不见哪 师父呢 阿秀 师父呢 我的阿秀呢 他去哪儿了 怎么不见了 他去哪儿了 他去哪儿了 在哪儿呢 李小婉 居然是他 他果然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到底是谁啊 他是 阿秀啊 师父 你们 到底还是跟来了 师父 您要找的人到底是谁啊 您 您告诉我们呀 您看您让我 您让我放弃消失一郎 让我帮您去寻他 您又不告诉我他到底是谁 就像您跟我说的 三十岁以后出家为您 您却不告诉我究竟为何 您 对对对对 师父 您不能把所有因果 都藏在自己心中 可不是 只命令对方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对呀 当年就是因为你太厉害 我才会抬着轿走啊 我 这儿风景太美了啊 空气也太好了 他还真会挑剔吧 师父 这个能阻止武林浩劫的人 到底是谁啊 是逍遥侯的儿子 逍遥侯的儿子 逍遥侯的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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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着啊 是啊 你点着脚出门的时候我就醒了 那你明明醒了 还故意装睡啊 我要看看你到底走过来要干什么 你以为我要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要干什么 我 我 我是看昨天晚上露水中 我怕你受寒生病了 所以特意过来看看你 诶 十一郎 这间木屋这么大 若是在中间拉上一道木帘 我们可以一起住在里面啊 那怎么行 要拜过堂成过亲的人才能住在一块呢 拜堂 嗯 行了 不用担心了 这么着吧 我找时间呢 找点木头 在那边再盖一件 那也行 怎么了你 没事 跟我来 哎 去哪儿啊 跟我来 她 来 定 她 겔 艳 尾 河 海 君子如雨我曾相守 相似相见不相识 这太温柔的伤口 写尽一生痴绝梦 谁可拼却醉眼后 谁在远方护风唤雨 能将风月看破 拂乱了万里江山 且醉送君同此去 芬花银落总如许 万别 万别再不尽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日出 是啊 我很喜欢看这里的日出 你知道吗 每当我累的时候 疲惫的时候 就要爬到这棵树上 看看这美丽的日出 在这里待上一两个月 再离开这里的时候 就像换了一个人 既然这里这么好 有花果 有清泉 有肥沃的土壤 还有这绚丽的日出 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待一辈子呢 相反 要到外面被人诬陷 被人追杀 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也许我天生剑骨头吧 我看是因为寂寞 这个地方什么都有 可是却填补不了 你内心的孤单跟寂寞 风姐姐跟我说过 你这个人擅长说废话 笑话 却很少说心里话 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说自己的事 我有什么事情好说的 就比如说 你为什么叫做萧十一郎 难道你有十个兄弟姐妹不成 没错 真的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都走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所以 你克了那十个人偶 你一刀一刀地把他们克出来 是想让他们永远都陪着你 以前你一个人不愿在这儿多待 是因为感觉孤单 但是现在你有了我 我愿意陪着你 你能在这儿跟我多待一段时间吗 我愿意陪着你 我愿意陪着你 心里的老师 我愿意陪着你 我愿意陪着你 你也想让我来 你又来 我愿意陪着你 你一定是想让你 我愿意陪着你 因为我愿意陪着你 我愿意陪着你 你怎么会 我愿意陪着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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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zählt 李宗盛 李宗盛 碧君 碧君 说了这么多还不是一点君儿的消息都没有 立冈无能 恳请盟主责罚 我等无能 恳请盟主责罚 君儿旧师母清烟消失了 也总会留有痕迹 我举全武林之力寻他多日 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等无能 恳请盟主责罚 莲兄 你找我 请盟主责罚 成婢与杨兄关系如何 当然是请盟兄弟 那婚礼当日碧君随你们离开后 究竟去了哪里 杨兄可否告知 成婢并非有意为难杨兄 实在是这几日我与沈盟主一路苦寻 一路无果 每天看着沈盟主为碧君 心伤 心痛 着实不忍 所以杨兄无论出于哪种考虑 如果知道碧君的下落 一定要如实相告 连兄 并非杨某刻意隐瞒 而是 而是沈姑娘已经坠崖了 你说什么 你说碧君坠崖了 是 虽然是坠崖 但是生死尚不可知啊 在哪儿 断崖绝壁 连兄 连兄 你冷静一点 那是断崖绝壁 根本下不去 能试的办法我们都试过了 我告诉你 不管他在哪儿 我一定要找到他 连兄 沈姑娘可能还活着 因为沈姑娘是和萧氏一郎一同坠崖的 那个萧氏一郎号称是死不了的 向来是神通广大 我相信他一定用法子能够化险为夷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闭君与萧氏一郎一同坠崖 这到底怎么回事 此事说来话长 萧氏一郎先是找了小公子的刀 身中剧毒 沈姑娘为了拿到解药 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萧氏一郎看见 立刻也跟着跳了下去 毕君为了拿到解药跳崖 毕君竟然为了他跳崖 为什么 为什么 麻烦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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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到这里 有道非红色的线 你说的这个吧 很像天宗的一门不传秘迹 一种有着特殊目的的古毒 你要干什么 对不起啊 好好睡吧 我出去了 奇奇怪怪的 莫名其妙就走了 我刚才不是在树上吗 怎么 你还来吧 变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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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龍龍舍 龍龍舍 龍舍 龍舍 十一郎 你的毒蟲之痛可好些了 泡着这泥沼啊 现在几乎感受不到痛苦了 真好 碧君 你感觉好些了吗 好多了 那就好 你怎么知道 这泥沼有缓解疼痛的效果呢 可不是我知道的 那是谁啊 是狼 狼 对啊 我曾经看到一匹狼 被山猫咬成重伤后 就跃入这个沼泽 我以为它在给自己找坟墓 可是没想到 它在这里泡了两天 又重新起死回生了 原来它早知道 有很多草药腐烂在这泥沼里 这泥沼能医好它的伤势 狼呢 其实很聪明的 是狼教会了我这一点 其实狼 还教了我很多 比方说 忍 耐 可是 要学会这两个字 可不容易哦 是啊 忍耐寂寞 忍耐孤独 忍耐别人的蔑视 然后再从忍耐中 去寻找快乐 碧君 帮我一把 来 给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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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 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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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 李俊 李俊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你别管那么多了 安心养好你的病就行了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除 我这个病谁都医不了 你还没见大夫呢 就先把自己给医死了 十一郎 你说人死了之后 会不会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也许那个世界更明亮更温暖 没有仇恨也没有杀戮 也许人死了就能去了 是啊 狗屁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对我说话这么粗鲁 我不是对你 其实是 对我自己 因为这种念头 我也不止一次地有过 我是个孤儿 从小要受很多罪 那时候 经常几天没饭吃 我就想 也许有另外一个世界 那里有吃不完的东西 被人打的时候 我也会想 也许有另外一个世界 那里没人打我 但后来我明白了 根本没有另外一个世界 只有眼前的这一个 逃避是没有用的 我们只有坚强的面对 别担心了 一切都会好的 别担心了 一切都会好的 来 我 碧君 快看 过了这个山谷 我们就能找到 非大夫给你治病了 可是这么深的山谷 我们怎么下得去 再说 我一点力气都没有 碧君 别怕 有我在 我会想办法的 来 小心点 慢点 来 慢点 你在干什么呀 凡是想要成功 必须具备两点 一个是勇气 一个是智慧 我呢 现在用的 就是智慧 你呢 则需要给自己一点勇气 那我要做什么 很简单 待会儿 你只要紧紧地抱着我 千万不要松手 如果你害怕呢 就闭上眼睛 记住 千万别松手 行 好 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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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坚持一下 好 很好 非常好 太好了 好极了 这可是千古南巡的病症啊 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为了等这个症状 才夺活了这二十年啊 小丫头 今天你就是说破了大天 我都不会把他让给你的 你放心吧 就算是你今天真把他塞给我治 我也不会治 今天是吹哪阵风啊 居然没人跟我抢生意了 像这种薄情的男人 我巴不得他早点死了 你最好趁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 赶快把他治好了 然后轰出谷 要不然一会儿我改变主意了 把他大卸八块也说不准 我说你今天是不是吃火药了 人家怎么就薄情了 这个姓萧的之前是被一个叫 封四娘的人带过来的 那封四娘为了救他连命都不要了 这才几天哪 身边就换了这个女人 要我说这种男人哪 就算是身子治好了 那心也是坏的 这人不风流 网少年嘛 我这张脸啊 如果再能够年轻二十岁的话 那身边也照样一群 如花似玉的姑娘围着 这人心可都是肉掌的 冷漏了谁都不好 你说是不是啊 让你人心都是肉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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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两位别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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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不是给我自己看病的 是给这位姑娘瞧病的 我说你啊 你都尼不算过疆自身难保了 难道你还想普渡别人哪 我这叫普渡众生 积德行善行不行啊 我告诉你啊 我棺材医生的规矩 是救一个杀一个 你知不知道 想救别人 那你可得 我们一回生二回熟啊 都是老朋友了 到时候来个痛快不就完了吗 一夕往日重现 残缺记忆里灭 你奢身还我 我独一场街 望却云书云卷 分别是年是年 写成故事中 两处缠绝 陷不断空于千年 难忘却是你誓言 离不倾诉宁城间 付出你我今生绝恋 声声满声声谈 谈青色无断 连拨秋色指 一人独疼 一人独疲难 一人独疲难 声声远 声声盘 盘君走归花 再与我共守着 青丝间双染 声声满声声谈 谈青色无断 谈青色无断 脸拨秋色指 一人独疲难 声声远 声声盘 盘君走归还 再与我共守着 青丝间双染 再与我共守着 青丝间双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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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青丝间双染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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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